美國職棒大聯盟日期球星大股翔平 生涯第二度在紐約楊姬球場先發 這是他投的辛苦三局挨三轟 失掉四分苦吞敗投 這次又延續上次投不滿一局 慘失七分的頹勢 楊姬是不是偷暗號 在賽後引發熱議 這次的天使楊姬之戰 是兩隊雙重賽首戰 天使陷入本季最長的七連敗 戰機持續在大聯盟領先的楊姬 則拉出二連勝 中央世紀人尹俊傑紐約報導 到敵拜 我看 ganhar